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相传京城有座安宁宫 宫里有位锦宣帝 不知什么原因 从不册封过吗 不要不要 如今又有一位先册封的贵人 正在等待锦宣帝 皇上驾到 皇上 这就是新贵人 丽妃 你在这干嘛 近日西北战乱 我兄长仍在前线奋勇抗敌 本以为皇上今晚会忙于朝政 就不来联行新贵人了 朕不信 人会凭空消失 小李子 去看一眼 是 我怎么在这儿啊 我记得我在片场 本来在后场 然后剧组放饭 对了 简萱哥哥好像是男医 等等 我那是爷道了 好像有这妖夫 然后 她是谁 而算了 管她呢 难道她没死 哪来的妖女 莫非想行刺皇上 我 行刺皇上 难道是要我演个世纪班落的女刺客 刀印定是在盯着我呢 序本里怎么写的来着 是位 保护皇上 是时候表演是真正的技术了 是可杀不可辱 狗皇帝 我要跟你通关于剑 大胆 战事不断父辈受敌 都是你们外戚干政的下场 妖女 一派护颜 这眼巴巴瞅着是要王国呀 狗皇帝 你 你的良心不会痛吗 父皇遗诏 有位贵人的仁外安内 难道 就是她 一介妇人敢敢议论朝堂中事 来人 给朕拿下 谁呀 你敢打死哥 打得好 我是不是这样姑娘 是 我就是系统军萌萌 欢迎来到皇后养成信 本公子原本效力于一位老爷子 专管剧组里的意外死亡 现在 他老人家好不容易要退休了 计划将未得来于我 可可于 我手里还有多于一次恩赦的机会 想寻找一位内心诚斥 命运不济的有缘人 将这机会赠予他 祝他完成一个心愿 你 现在是新册封的贵人木武 刚刚贵妃明显就是想置你死地 耽误之急 是想着如何能够度过今晚 你要是死了 就再也回不去了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啊 我刚才怼天怼地的 把他们都给得罪了 我现在怎么舒畅啊 有了 刚才我晕倒之前 丽妃娘娘来给我送了一壶酒 莫非这酒里有毒 这酒不是本宫送的 你不要诬陷本宫 那你在新贵人寝宫 洞房花烛夜 穿这身音符干嘛 皇上 皇上 臣妾哥哥在戍边抗敌 是护国大臣 而臣妾 却在宫里被这个妖女污蔑 皇上 要替臣妾做主啊 后宫真还转新编是吧 仗着手握兵权的哥哥 威胁皇上 本姑娘早就见识过了 都是些陈年老梗了 你这丫头胡说些什么呢 你口口声声说 这酒里有毒 那朕倒想知道知道 你为什么没被毒死啊 因为 福大命大呗 既然这个丽妃 还在这里狡辩 那我今天就好好治一治你 丽妃娘娘来一口 皇上来一口 她真狠 没想到 这新贵人大难不死 难道她就是 这命中注定的皇后 这毒酒把人手都灼伤了 早知道就让她 被那杯酒毒死算了 我也是救了她一命 可也只是封人家 做一个小仪 对了 我得跟你聊聊 剧本的事情了 我跑龙套这么多年 终于能完成 当女主的心愿了 好 那你说说吧 我演的这个木武呢 是个大女主 聪明灵力倾国倾城 虽为一介女子 担心怀家国大事 名字我都想好了 木转 你还真行 真是想一出是一出 你记住 只要演好你的皇后就行 完成心愿就行 可是 你千万不能爱上她 要不然 咱们这个任务 就直接失败了 我们也都出不去了 放心 不计划 眼光不错 可惜积分不够 不就是几身破衣服嘛 哇 这还有我手机啊 只要你赢得景泉地的好感度 获得了积分 我就带你买买买 不就是逢让你做戏嘛 还能难倒本姑娘 莉妃娘娘驾到 妖女 订了宫后 还没跟本宫请过安 真没跟你说 确实是安道理 我得给你请安 听说 莉妃娘娘二十八岁 才混进皇宫 按年龄和辈分 我都比你小不少呢 本宫是方龄二八进的宫 不是二十八 竟敢口出狂言 污蔑本宫 偏殿那位 替我掌她的嘴 娘娘 穆小姨是安宁宫的政委 嫔妾身处偏殿 若你要责罚 还是请直接打我吧 快起来 穆小姨 轻轻与您初次相见 您是小姨 我是嫔妾 怎敢与您相提并论 这安宁宫真是 越来越没规矩了 我今天打的 就是你这主子的脸 放肆 谁敢阻止本宫 大胆 朕保护的女人 你都不放过 皇上 您可别忘了 现在西北正直战时 若您此时还护着这个妖女 恐怕会对江山设计不利啊皇上 搬弄是非颠倒黑白 你才是妖女本妖 放肆 这后宫其中你妖言获重 胡说 哪有什么妖女 不过像武儿这样敢直言不讳的女子 朕倒是第一次见 朕有一生你为嫔 你依下如何 主人 我 主人 我 多好的机会啊 别忘了好感度的任务啊 早当皇后 早离开 这人他保护起来 人挺帅的 但是人们不能恋爱脑 谁知道他是不是这样拿的 他不愿意 我 我 皇上 这祸宫之主 真是越当越没意思了 臣妾 不如还是直接随哥哥参军罢了 娘娘 我从未见过皇上 为一个嫔妃站出来 她心里还是有腻的 我这种人 出身低下 进攻了半年都没能成宠 半君如半虎 皇上身不可测 这是要借刀杀人呢 娘娘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哦 没什么 哦 对了 干脆谢谢你啊 如果能帮上娘娘 是我轻轻的福气 你就等着我去找丽妃出这个恶气吧 原来主人这么有正义感啊 这样吧 你去丽妃脸上画一遍 你说什么 你干什么呢 妖孽 受死吧 就凭着这支毛笔 还想在本宫面前撒野 我 我今天就把你画成一支大猫 看来我还是高估你了 那就给你拍个难度系数低的任务吧 要不 你去勾引皇上吧 就我这样 勾引皇上 朕要看看 是谁要勾引真啊 臣妾参见皇上 差点没认出真的爱飞 笑什么笑啊 这又没什么大不了的 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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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让你一次看个够 别动手动脚的 谁让你帮我擦凉 别说 这样还挺可爱的 可爱你个大头鬼 这样吧 朕带你去个地方 想要什么衣服随便挑 真让我随便挑 终于知道她想要什么了 君无戏言 想要什么衣服随便你 朕要让你成为天底下最幸福的人 笑了啊我儿 那朕 让他们准备更多的衣服 恭喜主人完成勾引皇上的任务 谁啊 你以为你可以一直躲在这里混吃等死吗 补妆剧你不是没看过 那些妃子们的下场你不会不知道吧 嗯 看来我是活不过大结局了 对了 我不是已经死过一次了吗 你再让我死一次得了呗 你别再狡辩了啊 我告诉你 你要是真的把这条命弄美了 我们就再也回不去了 那你能不能帮我安排个 纯情点的任务啊 不如 去和皇上摸摸搭吧 嗯 堂堂的丞相之女刺绣水平这么差 原来我是丞相的女儿啊 那还真不是一般的大家闺秀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受伤了还刺绣 那臣妾有什么办法啊 还不是为了皇上年 像我在丞相府上 一来伸手犯来张口 食指不沾阳春水的 要不是做你那什么什么小姨 我哪会想着学什么刺绣啊 委屈了 嗯 正看你可不像会受委屈的人 整个皇宫里敢跟丽妃对着干的 正看 也只有你一个人 堂堂一个皇上 居然害怕区区一个丽妃 你也太如 皇上 最近天气冷 你得多穿点 小心感染了风寒 朕知道 这不特意来这安宁宫里 暖暖身子 可是人家还在练刺绣呢 他这是欲擒无踪 来 跟着人家还在练刺绣呢 跟着人家还在练刺绣呢 朕到这儿来 朕倒要看看 你还有什么花招没释出来 人家可是有原则的 都还没谈恋爱 就想骗我睡觉 放肆 这后宫里可没人敢跟朕这样说话 一看你就没经过社会的毒打 让我今天教教你什么事负责 好好好啊 今日不事情 那朕 在这儿住 总可以了吧 佳男 佳男 你给我下来 莫 你叫这是妈 明明很想你 却装作不在意 匆匆相遇 你偷走我的心 那些十年 我该不该相信 其实我 我 是真死的 这宫里宝贝可真多啊 都是上等料 香香的 滑滑的 也不知道 到时候能不能带回现代 这天还没黑 朕怎么就困了呢 起开起开 别把我衣服做坏了 我跑龙套这么多年 还没穿过这么好的衣服呢 这龙套是何物啊 莫非是用来套朕的 你的龙套要是把朕套住了 朕可就不走了 我 呸呸呸呸 龙套是什么 你别以为送了人家几件漂亮衣服 你就想为所欲为 你这话是怎么说的 后宫所有的嫔妃都有给朕开枝散叶和返阳子嗣的义务啊 果然是个渣男 封我嫔妃 又赐我衣服 果然你这内心的想法很龙奢 你不乐意 我虽为嫔妃 可我不愿意交付 你真不乐意啊 那朕可走了 朕不免为其难 朕走了可就不会回来了 朕我 你可别后悔 我有什么可后悔的 你快走快走快走 这可是你说的 还真走了呀 皇上 您是不是困了 您为了西北战士日夜操劳 都没能好好休息 是 朕是有点累了 这不正考虑着去找白娘娘士琴 渣男 我就知道你不会好心 既然要去宠庆白清清 皇上怎么对她感兴趣了 你不觉得白娘娘长得像叶长安吗 怎么又跑出来个叶长安 海王啊海王 皇上 天色不早了 品妾字候您歇息吧 朕以后 不想再看你穿这身衣服 品妾明白 品妾这就伺候皇上更衣 朕的意思是 以后 别穿得像叶长安一样 朕不会因为你这样就宠幸了 那皇上 为何还要品妾侍寝 刚睡完一觉就溜出来了 看来这京城第一美人白清清 不趁您的心啊 你怎么来了 我儿 你可别乱叫 我就是来看看皇上 是不是喜欢辜负别人 我儿 你听朕解释 朕的心里只有你一个人 朕来白清清这儿 就是想气一气 您这后宫三千加厉 你自己说出来的话 你自己相信吗 你听朕好好解释 你不要解释了 如果你真的在意我 就不会不在意我的喜怒哀乐 看来你只是逢场做戏吧 对对对 别相信男人的嘴 现在本系统给你一个特别的任务 打他一把人 我可以打是吗 那就要看你了 这是本系统对于渣男的特殊奖励 我儿 你真生气了 如果打真一巴掌 能让你解气的话 朕随便你打 没有 你看我像是在生气的样子吗 我儿是心疼症 没有我只是害怕手疼 对了 那个叶长安到底是你什么人 叶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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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穿白举子真好看 太子 我穿其他的衣服就不好看了 我未来的皇后穿什么都好看 她是朕的一位故人 长得跟百青青很像 原来皇上在想念故人啊 不 朕不会想念她 当年她抛弃着你 投敌去了 没想到皇上竟然被抛弃过 我迟早也会走的 皇上还是去选择一位 能跟你共度余生的人吧 你这是何意 你也要投敌去了吗 我是那样的人吗 算了 跟你说也说不明白 这个百青青 住在偏殿 竟然都能被皇上重刑 娘娘 娘娘怎么有空到这安宁宫来 是不是木武她又得罪您了 卿卿 我今天是专程来看你的 听说你难得受了皇上的宠幸 我觉得呀 这木武要失宠了 哪有的事 怕是娘娘又听了什么风言风语吧 你如今啊 已经受了皇上的宠案 再住在这安宁宫的偏殿 怕是有些委屈 不如搬去我宫里吧 不了娘娘 我在这儿住得挺好的 青青 木武失宠 怕是要拖累于你 反正皇上也老去我那儿 还是住在我宫里何事 青青 别跟他去 去了准受欺负 这可由不得你们 我贵为义工之主 我怎么安排 你们就怎么听着 大白天的来我安宁宫里抢人 这要是传出去像什么样子 哎 你别着急啊 这个丽妃 终究会竹篮打水一场空的 冒冒 你什么意思啊 她那点心思我还不知道 你就看她的笑话 皇上昨晚根本就没重新拍青青 五二 西北洛国真的退兵了 要不是我拿积分再使让洛国撤军 再凑凑我就能买手机了 就知道关心西北战士 怎么你不开心 青青被雷妃抢走了 安宁宫还挺冷清的 竟有这种事 那朕明天就让她放人了 皇上都多少天没来找你了 你怎么一点也不着急啊 我急什么呀 反正本姑娘衣服够穿了 那你不想当皇后了吗 你不想当皇后了 我就得一直困在这里了 关我什么事 行 那你就等着给国师做小妾吧 国师是谁 小宝贝 我来了 我跟你没完 那主人你还是去完成任务吧 去咬景璇第一口 什么 我怎么才能咬到她呢 嗯 皇上这一天你也来一口 这里天 来一口 嗯不行不行 我上哪儿都要咬去 皇上你干这个好笑吗 不行不行 我基本上还不够坏手机呢 到底怎么样才能咬到呢 我儿在这儿嘀咕什么呢 没有 我是在想 在想着 我在想 怎么咬你 你个大家闺秀 怎么张口就想咬人呢 不是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是什么意思啊 就 这么想咬 朕说了 不免为其难 朕要得到你的心 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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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下任务可算完成 皇上 哥哥在家书上说 西北洛国有一种很神奇的法术 说是可以将灵魂于千里之外附身 这世上哪有什么法术 我本来开始也是不相信的 可是这皇宫里都传遍了 说是这妖女就在安宁宫 皇上 您可还记得穆贵贫 常常对着空气说话吗 穆贵贫怎么会是妖女 丽妃 你毁谤后宫 这是欺君之罪 臣妾的一番苦心 都是为了皇上的江山社稷 西北阵势在即 请皇上明察 我真是太开心了 你终于回来了 丽妃是不是欺负你了 没有没有 还好皇上来了 丽妃才把嫔妾放了 为了庆祝咱们今天重逢 我请你吃大闸戏好不好 谢谢娘娘 不过我现在不能乱吃东西了 因为嫔妾怀孕了 怀孕了 怀孕了 你竟然还愿了 没关系啊 我会好好照顾你的 皇上 您可要替嫔妾做主啊 嫔妾好不容易还上您的龙死 谁这么大的胆子 连朕都不放在眼里 皇上息怒 秦卿 我也可以替你做主 你说 是不是喝了木武送来的汤 就小铲了 我也不确定 是谁送来的汤 但肯定不是木柜品 这段日子 一直都是木武在照顾你 我看呀 准是他倒的鬼 放肆 还不说实话 要逼朕动刑吗 丽妃 你还准备骗朕到什么时候 清清根本就没有怀孕 朕要你 帮朕一起 演绎出戏 朕 早就派人盯上你 原来皇上没让白清清事情啊 你以为你之前做的事情朕都不知道吗 皇上 就是就是 就你那点智商还想跟我们斗 皇上 看在臣妾哥哥的面子上 就饶了我这一次吧 皇上 你打算怎么处置丽妃娘娘 把丽妃 打入冷宫 皇上英明 再不惩治丽妃 都不知道后宫是谁做主了 是吧皇上 是 听我玩的 这没错 明明很想你 却装作不在意 匆匆相遇 你偷走我的心 那些誓言 我该不该相信 其实我很想 成为你心中的唯一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